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亚求很高兴 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 其实我说来自台湾是不太对的 是远在台湾的嘉宾 那么他现在人还在台湾 我们利用Zoom这个科技产品 来让今天的访谈得以进行 那么我们的嘉宾是陈云老师 我们先欢迎陈云老师 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并且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陈云老师 好亲爱的亚求 我们最最最亲切的主持人 真的看到你就好安心 好舒服的感觉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在台湾的您的心灵闺蜜陈云 陈云老师是您的心灵闺蜜 那么听到心灵闺蜜这个词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很兴奋 因为很多女孩子是有闺蜜的 但是什么是心灵闺蜜呢 比普通的闺蜜好吗 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我在想说要好跟不好 是很难断定 因为我这个心灵闺蜜呢 可能没有办法陪您吃喝玩乐 但是呢我可以在你无助的时候 在你想要找人倾诉的时候呢 是很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那你都不用考虑说 你跟我说的秘密会不会有人知道 因为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吧 那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难免会碰到什么呢 碰到一些心里过不了的关 或许也有可能跟闺蜜之间 产生了什么样的不愉快 那就是天哪 连跟闺蜜都产生了不愉快 我要跟谁去诉苦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 您的心灵闺蜜陈云 那其实严格讲起来呢 我是大家的资源回收桶 是大家的垃圾桶 你把你所有心里上面的不愉快 都倾倒到我这边来 那我可以来自于接收来自于宇宙的智慧能量 跟您分享给您稍微一些指引 那更重要的是可能我跟您说一次话 你可能在跟陈云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永保赤子之心嘛 然后我有强大的正能量 你会觉得很舒服 但是呢一跟我离开了我之后 很多人就说陈云 好像我又回到我原本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说我是售后服务 终身保固 7-11 24小时不打烊 我一直在陪伴您哦 那么您这位心灵闺蜜 能够同时陪伴多少人呢 您一个人能够做那么多人的心灵闺蜜吗 不会觉得分身乏术吗 分身乏术 我觉得这个分身乏术就来自于我的心念的问题 因为我在54岁那一年 我许了大愿想要救度众生 当然我这是完全没有宗教的色彩 就是来自于我想要希望大家能够更好 于是呢我是尽我所能的陪伴 那现在来讲 除了有人在我的工作室找我个别咨询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网络世界很通达 那所以有你看嘛 像我们现在有zoom啊 再连线啊 就可以看到陈云啦 对不对 好那比如说line也可以视讯啊 我们的脸书哦 其实都可以 所以我可以说 为什么说我随时都在24小时不打烊 因为网络世界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 我常告诉大家说 因为很多人都说陈云老师你很忙 我都不好意思找你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啊 我是一间很有名的餐厅 大家都来排队 可是每一个人都想说 那家餐厅要排队排很久 都没有人去的时候 我说我不是就没有生意了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而且我如果我没有在演讲 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随时随地回复大家 那有的是用文字 有的是用对话 有的是当面的 那当然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非常适切的安排 那么听起来您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那么在您的生活当中 做所有人的心灵闺蜜 是不是您的生活的 我要说生活的重点 其实不是 是不是您生活的全部呢 这个真的是我生活的全部 曾经也因为这样子 我的家人他们起很大的反弹 可是呢 后来他们看到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50岁那一年 我决定要这么做之后 我非常的坚持 因为我是一个乖宝宝 我妈妈一直都很严厉地管着我 那即便是我有了家庭的小孩 她还是很严厉地管着我 但我很听话哦 可是那一次之后呢 我觉得我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于是我很坚持 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 我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 因为我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 我也越来越开朗了 所以我的家人 他因为这样子 慢慢慢慢地 看到我在做的事情的重要性 以及他们也慢慢慢慢能够理解 这或许就是我这一生 必须要做的事情吧 所以大家都很支持我 那么您说您在50岁那一年发了愿 那么当时您自己的健康情形 不是很好吗 后来越来越健康 或者是您当时不是很开朗吗 后来越来越开朗 因为我就说我是独生女 然后因为身体不好 从小都被关在家里 而就加上学音乐 所以其实以前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生活是过得很孤僻的 但是我有一个特质 我只要去教钢琴 我教亚马哈音乐班 我就是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就真的好像就是 永远都是16岁半的那种感觉 我能够陶醉在其中 能够跟孩子跟家长相处的 就是觉得说 那个就是我最向往的世界 然后我最喜欢的工作 可是离开了我的工作岗位之后 我回到家里因为身体状况不好 然后就会觉得说 每天就想瘫软在 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那要不然就是关起门来练琴 那个时候 50岁那时候 为什么我们家人也是反对 一方面也是 我身体状况非常的糟 那我可是 我那个时候呢 这样讲啦 那个颈椎压迫嘛 坐骨神经压迫 我坐骨神经压迫 我曾经两次不能走路 第二次的时候 然后我连去上厕所都要在地上爬 而且那一次我的右腿完全无知觉 其实我有吓到 我有吓到 那可是后来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 他就好了 可是好了 我必须强调的是 我的腰痛从来没停止过 包括我的肩颈酸痛也没有停止过 二肩半脱锤 还有我 还有胃溃疡 那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车祸开了刀去检查出来 我有那个半月型软骨软化症 那在53岁那一年才被检查出来 最痛苦的一个毛病就是僵直性脊椎炎 但是这些毛病全部都不要而喻 可是有一个医生跟我讲说 陈云老师 僵直性脊椎炎不会痊愈 我说可是我真的好了呀 他就说跟情绪有关系 所以我们 我常说我们的循环不好 它是一个万病之源 那还有我们除了循环不好之外呢 我们的心灵循环不好 身体循环不好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我于是我现在 就是后来 我只能说 我一直帮助别人 一直帮助别人 我忘记我自己的存在 因为我忘记我自己的存在的同时呢 我觉得我的身体 自然由我的心理状态 去疗愈了我自己的身体状态 属于是我回春咯 回春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但是我刚刚从您的 讲话的过程当中 我忽然听到您说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就没有了您自己 那么在没有自己的时候 当然自己所有的病痛也都消失了 这是必然的 那么当您自己又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病痛 又会跟着回来呢 这是一定的 尤其是我在一直做一直做嘛 你知道一直在做事 一直在做事都没有时间休息 而且我大部分 睡觉的时间也都半夜一两点了 然后但是我早上 六七点我一定要起床 因为我是从早忙到晚的 那我不可否认 我不是机器人 我很累 连机器人都要保养 但是我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短暂的一点点时间 我只要稍作休息 我就可以回复我的体力 尤其像我在新北市 在台湾新北市很大 有29区 那我去帮助新北市 29区的一些长辈 我都是自己开车哦 我完全是自己开车 那开车的过程当中 累不累一定很累 但是我学习到一件事情 要做就要心甘情愿 于是我乐在其中 那就像常常有一些长官 就跟我讲说 陈云老师 你就找你的志工开车吧 我就说我要亲力亲为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不假他人之手 他说可是你很好体力 我知道我很好体力 但是呢 我觉得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 我秘书可以帮我联络很多的事情 如果我的秘书来开车 那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浪费了 我觉得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接受浪费时间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掌握到所有的契机 掌握到所有的机会 都能够去帮助别人 所以当我乐在其中的时候 我常说心不累 身体就不累 我们往往身体累 就是来自于心累 所以我只要小休息片刻 我就能够回到 我原本应该很具有正能量的体力来 是听您这么说 我开始比较能够了解 您为什么能够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就是7-11这种24小时 几乎都能够在帮助别人 因为您有这种对时间的管理 就非常的非常的棒 并且能够这么快的就充电 这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本领 这个就是来自于心态 我觉得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怎么睡怎么累 怎么睡怎么不舒服 那我记得我妈妈有一次就跟我讲 因为我以前的状态 我觉得那真的 我觉得那种人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有一次我妈妈就跟我讲 她说你身体那么不舒服 你就到因为我们家顶楼有花园嘛 她说你就到花园去逛一逛 我说我没有力气 而且窗帘都要拉起来 都按摸摸的 她说她说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以你这样子的身体状态 以你这样的心态 丢了一把钱 在地上你都捡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靠自己 我觉得说我整个的改变 是完全靠自己改变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接受别人再多的帮忙 如果自己不愿意长进的话 自己不愿意成长 还是一样都没有用的 您这样说也让我想到 您是心灵闺蜜 您给不但是让这些 把您当作心灵闺蜜的人 可以对您倾诉 可以把这个不好的情绪 倒到您这个资源回收筒里面 那么也是给他们一些指引 一些帮助 但是您说的也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己 还是要靠自己 如果完全完全都是依靠您的话 也许时间很长 您的陪伴要很长久 而且效果不是那么好 这个有这样的可能 我这样来分 就是有缘分的 像我是有成立玉山菊园协会 那我这个协会当中 我所有的志工 都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有那种考不上律师 想要自杀的 然后得了原田市政 就是眼睛的癌症 本来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然后后来开始 眼睛不太能够用的时候 也准备了碳 要准备烧碳自杀 反正我这里怪里怪气的人一堆 那我慢慢 这个真的是长时间的陪伴 真的是长时间的陪伴 而且我创造了大家的舞台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今天要办一场音乐会 因为我有专属的心灵音乐作曲 加爱访老师 然后我也创建了 玉山菊园的合奏团 那当我们 我像我能够 我的音乐会 都是一群完全不懂音乐的人 去成就的音乐会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让这些完全没有资源的人 让这些完全都没有学习动力的人 要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长期陪伴的 有的都十几年了 可是现在有的人就能够成为舞台总监 有的人也可以接活动 有人可以去接直播 要能够各自发挥各自的所长 那其实我对于这些志工 我都叫做志工孩子 他们都叫我娘 我是最年轻的16岁半的娘 然后那我都会给他们很严格的教化 所谓的很严格的教化是 我觉得做人的基本态度 是不能失准的 那个这就是我讲的爱 好 于是呢 我们就是我在这个 这个算是长期陪伴 那有的缘分只有一点点的 他可能来咨询了之后 我给他了一些意见 他跟我讲说 陈云老师 我这一关过了 他可能就跟我没有那么的亲近 他会常常在脸书上看一看啊 等到有事情再来找我 那有的是在远方的 比如说日本啊 马来西亚 香港之类的 远方的长期陪伴 那我们就会用私讯来聊聊天 可是他们说 常常跟我讲说 奇怪 陈云老师 你只要给我个贴图 我就觉得我充满了正能量 其实我觉得 我另外一方面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人与人之间 不一定需要语言 只是说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层次当中 是必须要用语言来传递 用语言来沟通的 但事实上 我们大部分心领神会 那我想要传递的 什么样的能量 其实那份真诚的心 就可以传递过去 所以我很多的粉丝 他们就是跟我 就是简单的一些贴图 或者一些简简单单的 一些几个字的谈话 他们就觉得说 今天就充满了正能量 其实这样子也就够了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人的个性 不同的陪伴方式 是您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 我也受益很多 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陪伴方式 这是其一 那么另外呢 为什么他们能够 从一个小小的贴图 或者是几个字 就得到那么多的能量 或者是说感觉到您的陪伴呢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 跟您之间的这个关系 本身 不管是信任也好 或者是爱也好 已经给了他们能量 所以在一旦跟您 就是有这个connection 就是稍微有一点接触的时候 这个立刻就大放光明 所以给他们的感觉就是 大大的充电 就像您这个几分钟 或者是短短时间的休息 就能够恢复体力 恢复精力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很像的 其实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 还是一个缘分的问题 那即便是我真的发了大怨 我想要救度众生 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力量 能够我 叫我做的 我只要是对的 我是没有拒绝的 所以人家说 找我很可怕 我的秘书都说 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找陈云老师 只要你开口 他就一定做得到 那我觉得这就是 我充满正向能量的一股力量 那还有我自己本身 就可以远方疗愈 用远方的疗愈方式 这就是 其实我们在讲到宇宙来讲 宇宙它整个我们万物都是 都是相通的 我们整个宇宙万物 只要一方面好 其他的地方就会跟着好 那所以呢 这个正能量 当然信任很重要 因为它的信任 所以只要我给它 一点点小小的安慰 它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力量 所以在我的 自我修行的机制当中 我选择无条件的信任 虽然我经常在 无条件的信任当中受伤 但是我还是一句话 心甘情愿 如果我只是为了一些 可能不够 不够善良的人 因为他们 我选择选择性的信任 那对于我自己的修为 又是大打折扣 所以我常说 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 不太适合的一些态度 去影响到我们自己 应该做人的基本的本分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正向能量 它是整个宇宙 只要你意念是 我这样讲 我经常是放空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开车 我会开错路 然后我就连搭捷运 我都会搭错地方 走路走一走 会不知道走到哪里 我经常是属于放空的状态 放空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当我放空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自然的 无形当中就是 有分享正向能量给大家 好的谢谢您 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 然后再回来接着谈 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 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要求为您请到的嘉宾 是人在台湾的陈云老师 他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 那么他也有很多来自宇宙的力量 那么到底宇宙的力量 宇宙的智慧是什么呢 我们请陈云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在我的世界当中呢 宇宙的力量 其实他是很纯净的 那当你愿意放空之后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连接 来自于宇宙的能量 只是现在的人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许多他觉得 想要静坐或冥想的时候 事实上他很难放空 而且重点来咯 是想要获得些什么 其实真正能够来自于 宇宙能量的传递跟连接的话 是没有为了自己的需求 而再去想要连接 或者是想要去做的 完全都是 像我因为我自己 有自己的宇宙指导的神 那当我在完全放空的时候 他会借由一个 一个 那个也不是画面 也不是声音 就是好像就是一种 能量的传递 我就能够传递出 简单的话语 曾经有人问我说 陈云 你说出来的话 很平易近人 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在宇宙当中 就是这么简单的 而且宇宙当中 不会跟你咬文嚼字 宇宙当中 他也不可能 要你有过多的思维模式 在宇宙当中 我们最终最终的目标 就是没有语言 静下心来 你我都可以心灵神会 都可以心灵相通的 那么您刚刚也说 对不起 您这个是跟宗教没有关系的 但是您又提到了宇宙的神 那么这个是跟宗教没有关系的是吗 没有关系 因为我这样讲 因为我觉得要尊称为神 是因为我们人的世界的语言 那我尊称为神的这尊神 我尊称为宇宙主宰者 因为他教我很多很多宇宙的智慧 那更重要的是 他教我的是 在宇宙当中 其实是没有框框 没有界限 没有大门的 那因此 如果就算是其他的宗教 他没有办法接受我 但是我都要相容于他们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爱 爱就是修为 非常重要的爱 那于是呢 他更教我 不管处于任何的状态 都要谦虚 谦卑 低调 柔软 归零 于是我在这几个字当中 我尽量尽量在我做事的每一个阶段 我都一定做到 好 我譬如说 譬如说在我们去年 举办了两场非常大型的音乐会 都不被看好的状态之下 而且是一群门外汉 而且这一群门外汉不到十个人 我们办了非常 就轰轰烈烈的两场 非常成功的音乐会 那办完结束之后 没有任何夸奖 我们不要夸赞 我们不要夸奖 尤其是我 不会刻意再去夸奖 我的这些志工孩子 我顶多就跟他们拥抱 好 我们继续加油 再往下走 那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 无论它是好是坏 我们可以检讨 我们可以检视 但是就是不能停下脚步 因为过去 现在未来同时都在进行 当我们沉溺在过去的 那个欢乐 以及成功的状态之下 其实已经走到未来的 好远好远的地方了 那于是做完之后 我们要立刻归零 而且我们音乐会办完之后 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们还有更多更多 有意义的事情要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秉持着的 我刚刚听您说的谦虚 说到柔软 这些都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归零 我听到了以后 很想问您归零什么意思 现在了解了 那么归零 其实您刚刚的这个解释 对我来说最清楚的是 就是现在过去 跟未来这三者 您如果沉溺于过去 就耽误了未来那种感觉 所以在时间不断的 向前推移的时候 每一刻每一刻都是现在 那么过去不能够来干扰 现在也进而干扰未来 好我有一个理论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同时都在进行 那当然以前人家就常常 有人跟我讲 因为我以前是身体不好 就很多人跟我谈佛法 可是我真的听不懂 我知道他很好 但是我听不懂 我就以前 只要人家跟我讲说 陈云啊 你要把握住当下 我就很火 因为我知道 我的当下很不好 好不好 然后呢 可是我后来 慢慢慢慢的体会到 过去 现在 未来同时都在进行 那现在决定了 未来的一切 现在也可以化解过去 所做的错事 也就是我们现在 要尽量尽量做好本分 秉持着爱与善 在每一个当下 一定要做好 每一个当下该做的 那个爱与善的本分 那同时呢 我们就这样讲嘛 如果说我每一天开开心心的 我今天很开心 那那个慢慢慢慢的 我每一天都会习惯性的开心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 所以每一个当下 我非常珍惜 在每一个当下 该做的 我一定会尽我本分 去把它做好 那也就是说 我会尽其所能 把当下经营好 同时 我们都不用去想 过去去亏欠个什么 因为你一直想 过去做错了什么 我欠了人什么 其实那是非常辛苦的 就走不出来了嘛 对不对 好那自然的 你就可以生成 你自己的德行 你自然就可以跟过去式 去产生一个 适当的化解 同时 让你的未来越来越好 未来为什么会越来越好 因为一直持续不断的 在无所求当中 去帮助别人 所以过去 现在未来 当然现在 真的很重要 那归零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办了一场 好的活动之后呢 我就是 不要自认为说 我很厉害哦 你看大家都认为 我很好 那你这个 你就会走入高傲自大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人在一定的高点 为什么会容易跌下来 就是太享受在 那种虚幻当中 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要实际一些 整个归零的状态 就是我还是一样 由我自己的 既有的 因为一步一脚印 去所学出来的 所有做事的本能 继续再走下去 要一步比一步走得更稳 要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那么您所说的这些 都是来自宇宙的智慧吗 对 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能够得到来自宇宙的智慧呢 在刚刚您提到 您的身体不好 您的心情不好 您觉得当下是很 很不好的 为什么要活在当下 那种状态 您是什么时候 脱离那个状态 或者是先得到了宇宙的智慧 还是脱离了那个状态以后 得到了宇宙的智慧呢 我我想 我觉得应该是在我 一直以来 我就有那份 直觉吧 我只能说直觉 好像以我 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跟人争吵的人 而且我脾气很好 不太会发脾气的人 但是呢 我就是我回想起来 在我小的时候或年轻的时候 我会很刻意的去讨厌一个人 但是我去讨厌他 我并不会说讨厌他 我就对他态度不好 不理他 那于是我后来 我渐渐知道 为什么呢 当我讨厌这个人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人有问题 好 那是我的本能 然后在接下来 在亚马哈音乐班的时候呢 我因为我碰到的很多的学生 因为我刚开始的缘分 都是老师的小孩 他们蛮欣赏我的指导法 就会介绍很多的学生来给我上课 后来就发现 我还蛮能搞定大家的 于是呢 他就会介绍可能一些过动儿 或自闭症 诸如此类的这样的 比较有障碍的孩子来给我上课 可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直觉 用我自己的本能 用我自己的爱心 慢慢去感动这些孩子 然后同时也让他的家庭 也变得比较幸福 因为大家都知道 孩子有状况 家庭一定不幸福嘛 那我从来没有去寻求过 任何专业的学理的研究 但是我能够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本能 直到50岁那个时候 发愿救度终生 我开始做的事情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亚马哈音乐教室 我们有一样很重要的课程是什么 就是音乐鉴赏 那音乐鉴赏呢 老师你就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你听到一首曲子的时候 你要在这首曲子的所有的 他的曲式 他的状态之中讲故事 配合这个音乐来讲故事 那我真正在传递 传递所谓的 就是个别心灵 那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心灵他想要得到一些修护的时候 我有一个叫做 一对一深层心灵修护 我就是当我安静下来 我就是播放爱访的音乐 我就可以传递出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或者一些给你一些启示性的东西 我觉得那就是跟我以前 一直以来 我整个环境当中 似乎都在推着我 去走我现在走的路 我觉得他绝非偶然 是听起来您在刚才这一小段 还有前面的一大段里面 都经常都提到音乐 就是说在您的这个 不管是发愿之前还是发愿之后 音乐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 那么在宇宙智慧来说 音乐跟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 这个我们就讲到声波 事实上宇宙当中 我们地球有地球的声波 每一个星球都有每一个星球的声波 然后宇宙 这整个宇宙的大环境当中 它有这个宇宙的声波 其实这都被NASA证实过了 而且NASA它用一个转化器 转化成每一个声音 因为声波我们听不到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被教化的就是说音乐很重要 因为它能够跟宇宙当中的声波连结 那在我觉得很幸运的 我们的心灵音乐作曲加爱访 它也是有这个本能 就是说它可以当它静下来之后 它就可以大概感受到一些能量 其实它自己也搞不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它就能够把它要做的曲子弹出来 那我们通常学音乐 像我们在YAMAHA很重视的 就是有另外最终最终的 我们是听唱弹读写之后 那个写要什么呢 就是要能够自己写曲子 好 要创作 那我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音乐的创作 其实它是必须要有两个小节的动机 好 就是譬如说我说 so mi mi fa re re 这是这首曲子的动机 然后它发展 do re mi f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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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回来了 so mi mi fa re re 你就会发现它的动机会一直在呈现 然后慢慢去发展的 那可是爱访的音乐没有曲式 它不需要动机 它只要安静下来 就用它的桌上的琴 把它弹出来 就跟电脑连结之后 当然它还要做很多的后制 还要做很多的修饰 对 那尤其它这一阵子所做的曲子 我就说 你这阵子做的曲子 为什么都没有其他的音色 它说现在宇宙非常需要干净的声音 所以它只用钢琴 对 那么当然了 音乐在您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 刚刚您也说过 就是不管您是在学音乐 教音乐 然后到现在 虽然不在亚马哈音乐教室教了 但是还是有音乐会啊 还是有爱访做出来的这些乐曲 那么 那您的这个玉山菊园 这个几个字 又是怎么来的呢 讲到这个玉山菊园 常常都有人问我们说 你们跟玉山银行有没有关系 我说如果有关系 那就太好了 就是因为没有关系 其实玉山菊园就是我们的精神 那我们就像你知道 台湾第一高峰就是玉山啊 那我们要 我们本身自己要像玉一样 可以越模越浊越细 越浊越光越浊越亮 那就要像山一样的高 一样的宏伟 那菊呢 就是回到我们就是菊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说菊是怎么一回事 那圆的话 菊就是菊花 对菊花是没错 菊花的菊 它就是要回 就是那个菊就是非常纯净的象征 然后圆就是最初始的 我们常讲说 这个原始啊 原始天尊啊 圆就是要回到最初始的 所以我一直在做的 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去修炼到最初始的那份纯净 因为现在的人很难纯净嘛 我们为了要生活 我们为了要适应环境 我们为了要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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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得不去改变自己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生存 一定要顺应的时代的改变 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变 我们的生命主轴不能变 那我们的生命主轴不变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状态是稳定的 心灵状态是稳定的 我们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去对应跟这整个宇宙 跟这整个地球的环境 做一个最和谐的相处 那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疫情的部分 这些病菌 其实这都是可以化解 这都是可以沟通的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那么的纯净 所以我们很难跟这些病菌 做化解沟通 而且大部分都是用强硬的方式 你想想看嘛 如果我现在跟您说 我看到你就很讨厌 你离开好不好 不要再访问我了 很讨厌的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 不管是疫情 或者我们不喜欢人类不喜欢的 都没有办法用一种爱相容的 化解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我们跟万物沟通很重要 我们尊重万物很重要 因为我们尊重了他们 他们就会尊重我们 那么当您说到沟通这两个字的时候 一般人当然会立刻想到语言 那么您刚刚又说在宇宙当中 其实语言是不需要的 那么又用什么方式来沟通呢 我这样讲 其实真正在宇宙当中 当你静下来之后 我刚刚讲过心领神会 就什么都不用讲 你心里想什么 他就知道什么 就是用这样的 所以不只是跟人 跟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的沟通 对 其实那个是一种境界 但是非常非常难 不容易 所以我才说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成长 一直不断的进身 对我而言 这些灾难都是 都是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考验 就是等于算是对我们是养分 其实我们因为没有这些灾难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我们人类本来就是可以掌握一切 我们本来就是可以怎么样 那就失去了平衡 所谓的失去的平衡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秉持着 谦虚谦卑低调柔软归零 其实我们人类已经够强势了 可是呢 这些基本的美德都没有了 就强势过了头了 过了头总是会接受到反击吧 所以我觉得做人处事 就是任何事情不要尽量尽量 尽量尽量让自己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那才可以避免比较不必要的反击 好的 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就为您请到的嘉宾 是人在台湾的陈云老师 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性 从画面上看 她非常的年轻 那么她说她五十岁 开始发愿做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已经多少年过去了 她看起来是非常年轻 我们这一位大家的心灵闺蜜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陈云老师 OK 谢谢 谢谢对我的夸奖 但也是事实啦 好 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充满正能量嘛 那对我而言 因为我是从小病到大的人 所以我妈妈对于我 只要我出门 她就怕我昏倒 只要出门 她就怕我跌倒 而且我小的时候 只要跌倒 回家会被打 因为她觉得我身上不能受伤 然后我从小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学校的交游的活动 那当我会开车之后呢 她就开始担心我会出车祸 其实那就是因为她充满着 她对我是唯一的爱 她说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唯一的一块肉 那我当然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知道妈妈是对我无限的爱 可是对我来讲也是很无限的压力 她非常非常沉重的压力 可是我知道妈妈爱我 而且就是只有我一个女儿 所以我后来学习到一个正向的观念 就是宇宙当中非常非常庞大的 无限大的正能量是祝福 所以我倡导一句话 就是用祝福代替担心与挂爱 因为太多太多的人来我这边咨询 都是一箩筐的担心 一箩筐的不满 一箩筐的挂爱 然后就是担心老公怎么样 担心孩子怎么样 似乎也没在担心自己怎么样 结果是自己过得最不好 所以我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我会慢慢慢慢的去引导大家 把不该放在心里的放下 所以呢对我而言 祝福是宇宙当中无限大的正能量 而担心与挂爱都是一些诅咒 这些负能量其实都是诅咒 所以我倡导用祝福代替担心与挂爱 那么您这样说让我感觉到 很多很多人都是担心 然后担心自己的孩子 担心自己的家人 担心自己的或者是长辈 那么当您说把这个担心变成祝福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大概都会觉得 怎么可能 而且担心就是一种诅咒 怎么可能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就是说你越担心这情况就会发生 然后你越祝福好事就会发生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我觉得我不想要把任何事情讲得太神 可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强调讲正能量 大家也知道这个正能量能够给予我们 我们想要的好处吗 那当然负面的情绪 就我这样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发了脾气 有的人胃就痛 有的人头痛 有的人心脏不舒服 呼吸困难 那这个就是负面情绪带来的负能量的一些不好的恶果 所以呢 我们用正向的能量 我把它当作一种是什么 除去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花钱很容易 我今天存折里面假设我100块 我就是领了90块 只剩10块 我90块一下就花掉了 可是我要存到再存90块 要费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地储存我们的正能量 才能够把那个好运一直不断地循回 循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多人都说 你只要有好的想法 你一定是诸事顺利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说得有点太夸张了 我用这个储蓄的这件事情跟大家做比喻 我们就知道世间所有的事情 包括我们的生命 包括这个宇宙 包括所谓的大家讲的有形无形 包括那个所谓的宇宙人 你就是外星人 大家都是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的那种生命机制 所以就像储蓄一样 所以正能量是可以储蓄的 用什么方式来储蓄呢 好 正能量储蓄当然很不容易哦 就像我就想说正能量很容易就因为自己的一时激动 就把钱花掉了嘛 对不对 就是90块跟10块钱的比喻 真的 90块花起来很容易存起来怎么存呢 很难存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要找您的心灵闺蜜陈云了 好 这个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着 所谓的正能量的思维模式 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 很多人就说陈云难道你就没有情绪吗 难道你就没有沮丧的时候 我说我有 因为我是人 我不是机器 我也不是神 好 所以我一定会把我面临的状态分享给大家 我会告诉大家 我面临这样的状态 我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 而我是怎么样去过关的 我觉得就是在最真实的方面我们去学习 好 那我常就讲说 当我沮丧了 我绝对不能把它变成常态 假设 我沮丧了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一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而且是每况愈下 但是现在我会告诉我自己 我可以沮丧 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可是呢 当我休息够了之后 我立刻就要让我自己重新再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要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而且我是属于众生的 我肩负着众生的幸福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所以我就绝对不允许我长期的负面情绪 那也是 我就常跟很多人讲 我要承担众生 你们只要承担你自己的生命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选择 那些能够让你去储存这些无形财富的机会 也就是说 少一些生气 好 少一些负面的想法 就会多一些正向的能量 所以听起来就是很简单 少做不对的事情就是对的 但是很难对不对 其实是真的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才说 我才会常常 因为我是生命优化在日常 因为我创建一个是生命优化的一个学论 那我都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像您在跟我聊天当中 其实可能有一些听众观众 他听到他看到了 他就想说 对 我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自己 然后他就会可能就在他的生活当中 就像我喜欢花花草草 我自己会买一些 尤其像过年了 台湾过年就有很多的兰花 那我就会像去买回来组合一下 那组合呢 一方面我可以跟这个所谓的大自然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城市里面 很少真正能够有机会去接触 真正的大自然 那我们就把这个伟大自然 搬到自己的环境当中来 让自己是沐浴 跟这个我们整个大自然的万物 相处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是同理心 我好珍惜他 我把他当宝贝 他就会把我当宝贝 所以我就是说 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的 所以我每个星期天早上的十点钟 我在我的那个脸书粉丝团里面 我也会做直播 就是生命优化在日常 那我也是呈现的 就是一种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状态 对 那么在您说话的时候呢 我其实想到了刚才您的这个比喻 就是说存款啊 花钱啊等等的 那么您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您也是需要存款 这个实质上的金钱 那么您是有什么方式 得到这么多的这个 得到多咒呢 还是您有赚钱的妙计呢 在这个部分 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是赚该赚的钱 那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有我自己的产品 那所谓的产品呢 是为什么会有产品 因为以前我很丑 皮肤很难看 满脸是斑 真的是 我你知道我胆子大到 我自己去买那个A酸来换肤 因为买花很多的钱 去买很贵的保养品 去皮肤科 弄了半天 我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后来呢 就开始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 在台湾牛儿很夯啊 那那段时间 因为我的孩子读音乐班 我都是开车 送他们去上学 上学之后 我就到那个化工公司 我就去逛了 所以我就开始做保养品 那我后来发现 其实保养品不用很复杂 不用很复杂 然后我自己做 我就发现 我自己用的保养品 还蛮不错的 比那个很贵的都还要好 于是呢 我就开始自己做 那因为我就开始做工艺嘛 工艺忙了之后 很多人就说 陈云 你的那个什么 一些洗脸的啊 洗头洗澡的啊 这些东西 都没有办法再送给我们了 因为我不可能卖嘛 就送给大家 那可是呢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开始来生产 所以我就生产了 我自己的产品 但是我的观念 人家都说 你的产品 有没有上通路去卖 我就说 我的观念是 有钱大家赚 好 比如说 我们两个有缘分了 那你也觉得 我的产品很好 那我就可以交给您 您就是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这样子 你也可以赚钱 那另外当然 我自己本身呢 我就是个别咨询 个别咨询的时候 有收费用 但我很多很多时候 都是做义务的 好 譬如说网路上的连结 那像马来西亚 曾经有人要寄钱给我 我说 那你把那个钱拿去 在你马来西亚 你去奉献 去做好事好了 好 那当然很多人都劝我 陈云你这样子不行啊 你带了那么大的协会 你还是要有很多的钱 我说我知道 我觉得 该我赚钱的时候 那个钱跑不掉的 好 这个我在讲就是 我生命优化有一个金字塔理论 金字塔理论呢 最底层的就是身心灵健康 就像我越来越健康了之后 就会有那个幸福感 所以第二层是幸福 第三层是什么 富贵 什么叫富贵 就是社会地位 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去帮助别人 我就是守信用 去做很多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信任我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找我合作的人越来越多 第四层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什么 就是财富 财富就会追着你跑 很多人想要办什么活动 想说陈云他们的团队办的不错 可能就会找我们来办 那这样子我们的团队 也可以有赚一些外快的机会 那我自己的公司 也是会有一些收入 对 是这样子的话 听起来就是 您做的越多 那么当然到最后 财富就会追着你跑 是这个感觉 对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命运大不同 有的人福报就很足 就是说你天真带着福报来的 我们就讲的比较通俗一点 你就是带着很多的财库来的 你只要稍微扫扫地 你就那个福报 那个钱就追着你跑 那有的人 就是把房子都盖起来了 那个去搬水泥 做了很多的苦工 做了很多的奉献 好像也没得到什么 我说命不能比较的 只能跟自己比 所以我做多少 我跟我自己 现在的我跟以前去比 我有没有比以前做的更多 我有没有更尽力 在我的人生当中 千万不要跟别人比 人家说人比人 真的会气死人的啦 说到跟自己比 我想到陈云老师 您是说您回春了 那么跟自己以前比一比看呢 哦 这个回春 我真的很有成就感哦 啊 又要来绣我的那个照片 好 来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在2015的时间 其实这个2015这个时候 我已经经过改变了 他们没有把我更难看的照片 绣出来 就是这个时候 我已经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好 然后再接下来呢 这是2016的 2016的 那这个时候 也是我去电台接受访问 好 这个也是我 也是 对 电台访问 那这也是我接受一个访问的 这2017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再 是 林介乡也说用祝福代替 担心挂爱 对 那这个 你们看到后面那个画 就是我扶植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他是市长插画家 就是我讲的原田市政的插画家 他看到的画面 全部都是扭曲的哦 但是你看 他可以画出这些东西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他的心态改变了 他的视力有守住 要不然他会全忙的 目前我 我所有的音乐会 都是他在画的 好 那这个 这个就是爱访的 有一张光的专辑 好 那我们也是 也是拿出来去捐 捐给大家 那个时候大家的需要 对 那这时候已经 到了2018年了 对 2018 这个是2019 这越来越年轻了 对 2020嘛 对 对对对 然后最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去年 2021去年的 对 就是我觉得像游新生 就是你心里的改变 像我刚刚说过嘛 我一直都在生病对不对 所以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大概生了些什么病 可是因为我现在 目前是那个 我们新北市双核医院的 那个顾问 所以他们就是说 哎 顾问来检查一下啦 好 那我就去做了一些 基本的健康检查 我的颈椎也没有压迫了 坐骨神经也没有压迫 而且我现在的身材还不错呦 那很多人都看到我就说 哎 陈寅老师 你的那个体态很好 这个就是循环机制好了 就越来越好 所以我就是永保16岁半嘛 那我就是整个 现在身体的状态 大概是三四十岁的年龄 我心里的状态是16岁半 就是在我Hello Kitty 30岁那一周年 30周年的那个时候 我无法接受 Hello Kitty 30岁 我因为数学不好 又有情绪 30除以2除错了 变成16.5 从那一年开始 我就永远都是16岁半 就将错就错 哎 16岁半这个感觉 我还觉得还蛮好的 是 您说的这个 小孩子是最纯净的 那16岁半 也是非常纯净的一个年纪 对 您觉得您的心态 也是一直是这么年轻 这么纯净对吧 对 因为我到现在 都像小孩子一样 我觉得能够 能够做小孩子 真的好幸福 虽然我要做 很多大人的事情 但是心态不变的话 我可以克服 很多很多的难关 那么您的心态 还是小孩子 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子 我对待自己的小孩子 也是一样啊 他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 我是他们的妹妹 对 我非常尊重他们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是需要 经过自己的生命磨练的 所以我尊重他们的磨练 你压抑他们没有用的 他们还是得走回他的宿命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陪伴他们 去创造他们的幸福新生命 我听到您这句话 觉得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 我也曾经问过一位 我的访谈嘉宾 因为他很担心他的孩子 我说 请问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需要你的父母担心吗 他说不需要 对 所以我觉得我尊重他们 但是事实的聊聊天吧 然后有的时候聊聊天 事实的加入我一些想法 管他接不接受 反正他听了 那是适当的年龄 我跟他们讲说 或许你跟我一样的年龄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得到了 所以您是他们的心灵闺蜜吗 可能不是 不是 他们不太找我说秘密的 但是有事一定找我啦 所以在家里 您还是妈妈的角色 不是不是心灵闺蜜的角色 但是我是他们的妹妹 今天非常感谢陈云老师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能量 关于正能量 关于宇宙的智慧跟能量的事情 那非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再跟陈云老师多聊聊 请他多分享 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就只能谈到这里 感谢陈云老师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听 祝福大家 谢谢 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